你覺得柯文哲那個簡訊 不然要10點 一個男生傳給一個女生說 忍不可以太漂亮 這不是很奇怪嗎 譬如說我傳給乳類似 傳給他說 睡了沒 乳類似絕對給我截圖的 我告訴你 我到這一趴不會截 我會回你說怎麼了嗎 哥 要這樣下一句 睡了嗎 我來才睡得著嗎 這個就截圖了 我會回沒有你 我睡不著 人家要換川哥截圖 就是一個男生傳給一個女生 晚上10點多傳 除非是公務 公務然後很緊急 需要這樣傳 可是柯文哲傳完 許美鳳沒有回 那個信沒有回 很清楚 隔天柯文哲繼續追 他晚上10點 怎麼沒回我 隔天早上10點多繼續再傳進去 可能整個月都沒睡了 一直拉錄 怎麼都沒有回 明明就堵了 怎麼都沒有回 那隔天 他隔天是禮拜四 他的心思裡頭竟然是用總統的身分 說任命許美鳳當國安會副秘書長 許美鳳當時的身分是什麼 他還在統促黨 你要當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你去找一個統促黨的發言人 來當國安會副秘書長 你們這麼吵我聽話 你們這些小吵聽一下 柯文哲曾經想要找統促黨的發言人 當中華民國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小吵 我再講一遍 阿伯曾經想要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 聘任統促黨的發言人當 當這個什麼 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這樣你們有沒有接受 然後現在民眾黨沒有人否認這件事 沒有人否認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他們中間 那開的那個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應該有一方講 其實最會講的是誰 應該叫那個宣董哥 宣董哥 宣董哥就是那個叫做 宣長有 小宣董 因為那個曲美鳳叫他宣董哥 所以叫宣董哥 因為宣董哥很愛說的 所以媒體可以去賭那個宣董哥 說你們到底是在討論什麼東西 川哥我要請教 因為那個有關於官位這件事情 的確就是在LINE的訊息上面呈現的 那民眾黨有說這個LINE是假的嗎 目前我沒有看到有任何人質疑 說這個LINE的訊息是假的 有嗎 敢有 沒有 那我們看 館長天天幾乎都有直播 他在直播當中他就講說 一個跟你這個政策會執行長有關 因為他說民進黨派曲美鳳來抹黑 這個手段非常的瞎三爛 連曲美鳳又變成是民進黨的 跟民進黨扒竿子打不著關係好不好 有關係嗎 小平哥來當政公道伯 小平哥都快被變民進黨了 民進黨派小平哥來抹黑 我去的話大概有時會去 你臥底三十幾年辛苦了 三十年前我們都是新黨的創黨發起人 對嘛 那他是第一代的公 我是第一代公差第二代 差一年 台北縣議員 他台北縣議員 是首次黨的發言人啊 所以館長超好笑 他說民進黨派曲美鳳來抹黑 這手段很下三爛 先定義清楚 不是 絕對不是 那再來呢 他就講說 柯文哲不是一個見面 就會要給你官位的人啊 大家有沒有一個是白插 我們自己逼掉 會在那邊一去然後就見面 然後沒有討論 然後就說 為什麼這總統你要來幫我 很忙什麼的 我要給你什麼位子 如果給曲美鳳 為什麼不給我陳之翰呢 柯文哲從來也沒有跟我講過啊 那是你跟柯文哲比較熟 還是我陳之翰跟他們黨團比較熟呢 怎麼柯文哲沒有來跟我講過官位呢 阿伯有摸你陳之翰的手嗎 沒有嘛 就無聊講這種話 有誰會給樓梯官位 不是啦 人家不跟你談這些 你自己就要檢討了嘛 你跟柯文哲那麼熟 柯文哲都不跟你講官位 那你就要自己檢討啦 是你的財情不夠 還是怎麼樣嘛 這要自己檢討 你不能說噴熟就一定有那個官位 其實他2022年10月5號去 那個時候黃珊珊正在選台北市長 高宏安在選新竹市長 他們當年民眾黨是蠻多在選舉的 然後阿伯去這個地方 很簡單就是他不想要讓人家知道 他跟曲美鳳在合作 或者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這個媒體去市長市 對 去市長市討論 就是說媒體想要跟柯文哲有任何的合作 這都合理 那不然你就去黨部 如果柯文哲去找曲美鳳是黨主席的身份去 那就去黨部 那第二就是如果是市長身份去 那你就是上班時間 那天拜三 那天禮拜三聽起來應該是白天 那你跑去 那你去談什麼合作的這個計劃 需要跑去媒體 一個首長跑去媒體最多都接受專訪 不然就是去參觀 去參觀接受專訪 哪有去那裡談合作 那大家現在問曲美鳳說 所以你們在談什麼合作 曲美鳳說我不能講 然後在談的時候宣長友也在 然後他說過了大概一個月 又有另外在同一棟大樓的不同的樓層 有更大的會議室宣明志也在 所以你們到底在談什麼 如果你那個時候身份是 臺北市長在談 那理論上去市政府談 如果你是黨主席在談 那應該去黨部談 怎麼會有一個buyer 就是有一個付錢的人 一個要付錢的給媒體的人 跑去媒體開會 這個其實很少 那柯文哲去現在問曲美鳳說 柯文哲去談的時候旁邊帶的是誰 現在唯一曝光的是橘子 那旁邊那幾個是誰 柯文哲不可能給媒體講完之後 柯文哲自己執行 自己做筆記 我自己做紀錄 不可能 一定是有一個人在紀錄 那後來許甫說 他有去follow這件事情 是許甫 那許甫也要跟大家講說 你們早期那些媒體那些 給人討論什麼事情 也要講啊 也說不然你就要跟大家講清楚 你是什麼新聞去談這些事情 現在好像這件事情變得很撲朔迷離 第二個 曲美鳳現在出來講說 我們當時 因為我是小草 所以我們在推動藍白河 當時沒有藍白河 對 當時阿伯也沒說要選總統啊 當時是2022年 2022年的10月 所以那時候有選什麼選舉 沒有 就是縣市長選舉 那時候沒有在講總統選舉 阿伯開始有動作要處理 市長選舉 總統選舉 是隔年的大概五六月 大概五月才說要選 然後七八月開始談藍白河 所以那個時候怎麼會出現什麼 他曲美鳳要促成藍白河 我覺得這個時間上 這裡說來說來 整個都倒不起來 有可能是新竹的藍白河 沒有沒有 他在談談新竹藍白 他就直接講新竹藍白河 這樣嗎 可是宣長有宣明志 他們就是在新竹藍白河 那好 那曲美鳳就講清楚 是縣市長的藍白河 因為現在有人質疑了 有人質疑曲美鳳說 你到底說 對一團的藍白河 為什麼在講什麼總統 你覺得柯文哲那個簡訊 報名那10點 一個男生傳給一個女生 說人不可以太漂亮 這不是很奇怪嗎 譬如說我傳給Gles 傳給他說 睡了沒 我那時候絕對給我截圖 我告訴你 我到這一趴不會截 我會回你說怎麼了嗎 哥 要這樣下一句 睡了嗎 我來才睡得著嗎 這個就截 我會回沒有你 我睡不著 那叫換穿歌截圖 就是一個男生 穿著一個女生 晚上10點要穿 除非是公務 公務 然後很緊急 需要這樣穿 可是柯文哲傳完 曲美鳳沒有回 那個 沒有回 沒有回 很清楚 隔天 柯文哲繼續追 對 晚上10點 怎麼沒回我 隔天早上10點多繼續 可能整個都沒睡 一直在錄 怎麼都沒有回 明明就堵了 怎麼都沒有回 那隔天 他隔天是禮拜四 他的心思裡頭 竟然是用總統的身份 說任命 曲美鳳當國安會副秘書長 曲美鳳當時的身份是什麼 他還在統促黨 你要當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你去找一個統促黨的發言人 來當國安會副秘書長 你們這招我聽話 你們這小早聽一下 柯文哲曾經想要找 統促黨的發言人 當中華民國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小早 我再講一遍 阿伯曾經 想要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 聘任統促黨的發言人 當 當這個什麼 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這樣你們沒辦法接受 然後現在民眾黨沒有人否認這件事 沒有人否認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他們中間開的那個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應該有一方講 其實最會講的是誰 應該叫那個宣董哥 宣董哥 宣董哥就是那個叫做 宣長友 小宣董 因為那個曲美鳳叫他宣董哥 所以叫宣董哥 因為宣董哥很愛說 所以媒體可以去賭那個宣董哥 宣董哥 你剛才是在討論什麼東西 宣董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